我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李上仁 那我的研究领域呢是西方医学史 尤其是19世纪跟20世纪出的西方医学史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医学史这样 那我的背景 其实我虽然在史语所做研究 但其实这是一个以历史研究为文明的一个研究所 可是呢我其实最早的背景并不是历史 我是台大牙医系毕业的 然后呢在牙医系毕业之后呢就是 扶过兵役当了两年的医官 然后呢也当了一年的牙医师 然后才出国去念医学史 那这一门课是讲西方医学史 所以他会从古希腊开始讲 一直讲到20世纪 但他不是一个编年史 可是他的这个重点是现代医学的兴起 我们会介绍解剖学的兴起 因为这是西方医学跟其他地方医学传统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会介绍医院的兴起 这也是西方医学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而跟其他地方传统医疗很不一样的 那我们会介绍专专专业化 证照制度啊 然后为什么就是医师会变成一个专业 那比如说像传统中医他并没有一个证照制度啊 在中国 那比如我们会介绍比如说像是护理 像是疯狂 像是这个公共卫生 还有我们会介绍这个传染病对社会的冲击 疫病 然后呢我们会谈这个性别跟医疗 那所以呢这个课因为是针对 他不是针对历史系的学生 他是针对广义的生医的学生 这门课是要告诉他们 你们将要学习的知识 他的这当初是怎么一个出现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 然后在阳明大学呢 或者在台大呢 为什么需要念这个课程 就是说一方面它是医学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那因为这几年来 生物医疗面临到很多 这个社会人文议题的这个冲击 或者是说跟 觉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的一个变化之下 大家发现就是说 从事生物医学研究 生物医学工作 那不只是医生 包括广义的生医的研究人员 他都面临到很多社会伦理跟这个文化的议题 那有必要就是说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教育跟这个这个知识这样子 这一门课程 希望各位从这个过去医学演变的历史 来看到今天医学知识的现状 以及他所面临的冲突 问题与困境 以及他的前景 跟希望 是由怎么样一个历史的来龙去脉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这个演变当中 学习到对思考未来的有用的经验 基本上这是一个为医学院的同学所设计的一个课程 我非常期待医学院的同学能够一起来加入这场课程的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